螃蟹铺拍的里面是满满的蟹黄诶 我们平常在热炒店点一份可能要三四百元啊 可是今天来到这边 他只会给你一整只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老大 我们现在来到台南这里了啦 我们这么身旁的这家是台南大饭店 诶你各位啊 我们今天会来这边是因为有观众 特别向我们推荐这家自助餐 他们说他们的假日晚餐厂的自助餐 都有龙虾可以吃 诶 在台南吃一餐 1300的晚餐自助餐吃到饱 有提供龙虾 那你不觉得感觉还蛮不错的吗 不过OK啦 那等一下我们一起继续体验看看 他的表现会是如何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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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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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看一下他周遭的環境 我會覺得說 雖然這個飯店應該又五十幾歲了 但是說他給我們的感覺是典雅 而且是舒服的氛圍 那等一下我們就去拿點東西回來吃吧 兩台 炒蝦 魚肚嗎 欸 麻煩你了 謝謝 欸 謝謝 哇 謝謝你 麻油米鞋 哎唷 橙汁排骨 橙汁 最頂的排骨 芙蓉石柳花 哇喔 欸 炸芙蓉耶 獵人室燒雞腿 哎唷 這件跟當作 酒釀乾燒淀白蝦 芋蓉豚 芋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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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油 芋蓉 芋蓉 OK 謝謝你 哇喔 鰹魚 沙夫 泥杏 哇沙味 醬油 牛蹄蟹 骨味醬 百香荔枝 金色年華 芒果冰茶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啤酒耶 OK啦各位 那我們請拿第一回合的食材回來吃了啦 還有說我們來到這種高級飯店 我們的西裝外套也有帶刀 但是台南的天氣實在是太熱情了 所以我們就今天先不要穿了啦 那我們在用生魚片開胃之前啦 我們先把我生魚片好朋友 哇沙比醬油給準備好了 OK啦 他是十分接地氣的哇沙比 那我們先從鰹魚吃起來 這個鰹魚吃起來不只新鮮 而且口感十分的綿密耶 這個鰹魚吃起來不只新鮮 這個鰹魚吃起來不只新鮮 而且口感十分的綿密耶 對耶 對耶 立場吃起來不只新鮮 不只新鮮魚吃起來 國思 不知道是跟它骑鱼还是鲍鱼太强了 所以这个鲍鱼吃起来它除了它的油之外 好像就还好 泥杏 各位我是第一次看到 有饭店可以提供现真的海鲜 这感觉还蛮有特色的 各位新鲜农斧斑吃起来的肉质就是Q弹 而且适当的调味可以带出它的鲜味 我是觉得如果喜欢吃石斑的话 一定要点一份吧 还有这种给好给满的热油虫湿 它配起来就是香啊 还有来到南部吃个蚝蚝 蚝黑吧 哇这就是吃蚝蚝最舒服的地方了 油下去满满的鱼油肝 哇这好油 好绵密喔 好绵密喔 我们平常在热炒店点一份可能要三四百元 可是今天来到这边它头的夹子 它就直接给你一整只耶 但它这个鱼可能是有先油炸处理过 然后放一段时间 所以吃起来它整体的口感我觉得有点稍嫌偏干偏干的感觉 但是我们可以一个人肯一只黄鱼 这感觉还蛮爽的 我们吃到这种新鲜海鲜 一定要用这个金黄色敬一下各位的吧 我们为了这个美好的金黄色 今天夏老板啊 它直接破例 让我们直接住这个饭店里了 这样OK吧 松叶蟹脚吃起来 松叶蟹脚吃起来 那我们加点柠檬汁吃吃看 我觉得说松叶蟹直接吃它的原味就很鲜甜了 我们加点柠檬汁感觉 反而是破坏它的原本味道 还有各位啊 我觉得今天饭店它很贴心也是啊 我们吃这种螃蟹啊 它真的有提供吃蟹神器耶 这是2023年播的最完美的蟹棒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荔枝乌龙敬各位啦 我拿到这些都只是一般没有酒精的茶类而已喔 难怪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种包装啊 各位啊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觉得说我们来到台南啊 吃到这种蝦子是新鲜的 就觉得好像合情合理耶 它这个不新鲜的话那真的就见鬼了 龙虾吃起来 各位啊我们今天礼拜是特地从基隆开车来到台南了 我觉得吃到这只龙虾就开心了啦 还有虾头也不能少啊 还有虾头也不能少啊 它这汤里面竟然还要加碎干贝 eks… 它这个底汤虽然口味有点重啦 但是它有组的干货在里面啊 它整个喝起来的味道十分的香啊 龍蝦吃起來 羊排 雖然它已經被我放到冷掉 可是它吃起來的肉質是十分的軟嫩的 那接下來是現煎牛排的部分 與其去做一些會砸壞自己招牌的魯桃牛排 你就不如用這種可以醃的現煎牛排 它的表現是多棒呢 它今天這個調味是真的在西餐廳才吃得到的味道 這個真的很棒耶 海骨 我好久沒有在餐廳看到這種帶翡翠的料理耶 螃蟹铺里面是满满的蟹黄 蟹黄吃起来 这上面是满满的蟹黄 蟹棒 冷盘白虾 我们蘸一点五味浆试试看 它这个草虾怎么一波整个就散开来了 不过OK啦 鸡腿牌 还有我刚刚有点了一份麻油腰子汤啊 麻油香蹭脱了腰子的鲜嫩 我觉得它这个准备的还蛮不错的 很用心耶 不过OK啦 我们已经吃完第一回合所有的东西了 我们等等再去拿下一回合的东西 回来吃吧 大概十碗 请给我四碗可以吗 谢谢 这一定要吃 123 哎呦 哦 对 好啊好啊 我吃看看 一定要吃 白菇 好 欸 谢谢你 欸 你好 请给我鱼卵手卷 鱼卵的吗 谢谢 谢谢 鹅仔蒸 胡椒菊花螺 烤生蚝 盐烤香鱼 这是炸蔬菜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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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炸虾 炸虾 涂 高抗 然后 你看现在 这次不能被骗的 我们看清楚 帅 不要 不要拿,零酒精,free的,不要拿 這個多拿一點,好喝 OK啦各位,那我們第二回合齁 拿這些東西應該就差不多了啦 因為他今天用餐時間總共只有三個小時而已 還記得我們上次在台中想吃天堂吃到的首選嗎 我們今天來到這邊,人家又給價值啦 我就是搞不懂上次在台中那次到底怎麼回事啊 還有各位,你們剛剛有看到嗎 我們在夾燒賣的時候,師傅推薦我們一定要夾這三個 我們就吃吃看吧 我們平常吃到那麼多吃到飽的燒賣啊 要嘛不是蒸到太乾,要嘛就是蒸到太爛 可是今天來到這邊,他真的,竟然是剛剛好的耶 難怪他會向我們推薦啊 還有,港式飲茶的經典粉蒸排骨 一定要吃的吧 鳳爪 那我們就用這個,進各位吧 香魚 哦 嗯哼 雖然說,他沒有爆蛋啊 但是說,我很少可以吃到這種烤香魚啊 可以烤到他還有大一點湯汁這一點 他不會烤到太乾 他烤得恰到好處耶 還有,我們來到南部 吃個烤生蠔,OK吧 嗯哼 我跟你說,他這個生蠔 不是你想像中的那樣 而是因為我對這種新鮮 烤到半熟的生蠔味道特別恐懼啊 但是我真的喜歡吃熟一點 這對我來說太深了 嘩 還記得上次我們在想野鳥 有花4000個才可以吃到龍蝦自由嗎 我們今天來這邊 交換服務費 1500,就有了啦 我們剛去拿龍蝦的時候啊 他們很貼心的是 因為現場大家都很吃飽 沒有人在排隊 所以他就問我們要幾份龍蝦 直接跟他點就好了 不用像剛開始因為要排隊啊 所以我們一次只能排一份這樣子 我覺得這點非常的貼心耶 龍蝦自由啊 喔,沒事沒事沒事,我扶你嗎? 各位啊,那我們吃完這龍蝦 一定要用這個金黃色,敬各位的吧 是不是剛剛有人拿這個啤酒把他搖搖放回去啊 不然怎麼會噴成這樣子 OK啦 他不要吃茶,我覺得就很好了 好肥的鳳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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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像是炸物的沙拉吧 我們今天來到這種假衛餐廳 有龍蝦的,要干貝的 沒錯,就是這邊 你有看到嗎? 一絲一絲的 他直接把干貝放在這裡面拿去炸耶 接下來是鮑魚 涼拌牛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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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說這牛肉除了吃起來乾瘦乾瘦之外啊 他竟然還有拿那個沙拉用的油醋醬倒在這裡面 那接下來是炸物的部分啊 炸蝦 炸蝦 雖然說他這個炸蝦應該是他們師傅自己裹本炸出來的 但是說他吃起來應該有可能放太久了 不然說他剛出爐的時候一定會很好吃的 看到這個蚵仔店 他讓我懷念起了台中牛排館的 是當初的那幾千牛排館 不是後面開的那間 不要誤會 哈哈哈哈哈哈 這次的總會接待外國觀光客的飯店啊 他就是要有這種在地的料理就對了 尤其是我們今天在走廊 裝飲水機的時候 我們竟然還遇到來自馬來西亞的觀眾耶 欸!你是土豆嗎? 欸!你好你好 本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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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好你好 其實我是外國人 外國人 對我是馬來西亞的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對對對 我們就真的會遇到了 欸喔各位啊 我們來到台南一定要喝個牛肉湯的吧 我是覺得說他的湯雖然很好喝 非常的台南啊 可是他這個牛肉吃起來口感的感覺就是 十分的有嚼勁 這牛肉壞了這一鍋湯啊 不過OK啦 我們已經吃完第二回所有東西了 我們剩下用餐時間不到半個小時 我們等一下就去拿點點心 回來吃吧 檸檬塔 檸檬有約起司 生巧克力蛋糕 水果塔 馬德蓮 台南手作布丁 爐蕙檸檬 杏仁豆腐 好 好 OK啦各位 那麼這回合 就拿這些點心回來吃就好了呀 不過這次之前 我們就用這個美好金黃色 敬各位 他這個點心有可能是他們飯店大廚自己做出來的 他是好吃的點心耶 還有台南有名的不只是牛肉湯而已 還有這種手工布丁啊 我們來到台南吃到這個味道就對了 杏仁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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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各位 那我們已經吃完所有甜點了 那等一下我們就出去外面做些尾巴 後面倒進去外面做一個都不太多收起 OK啦各位 那麼我們現在已經回到我們今晚下她的房間了啦 我不說讚咧啦 我們今晚3000多塊的房間 他看起來 他比我們上次住一晚不用一千塊那間感覺光鮮亮麗許多 而且他跟我上次去日本住宿的體驗一樣 他竟然有付這種睡衣給我們耶 不過飯店的介紹 我們之後再跟各位分享了啦好不好 那我們來說說我們竟然吃翡翠廳的想法吧 我們今天在禮拜日的晚餐廠 一個人用餐費用要1518元 但是你們還記得我們上次在台南阿立海那邊吃到的體驗嗎 他們一樣也是有龍蝦干貝還有現煎排餐油的煤的料理 非常的豐富 也許阿立海的東西它的 廢戶度非常的好 而且它給你整場的奢華感又營造出來 但是我們上次的體驗是不是烏鴉鴦這樣子飛了半掌去 哈哈哈哈 但是在台南大飯店這邊 我是覺得說它的食材真的都是有準備到位 但唯獨我們唯一最期待的台南牛肉湯有一點小落空之外 不過用餐時間我覺得就是見仁見智的部分啦 如果是你的話 讓你吃三個小時你覺得OK嗎 至於如果你問我今天要我們再花1500多元回來吃的話 我OK嗎 我就覺得OK阿 因為我們今天在拿第二回合料理的時候 其實全場大家都已經吃飽了 然後這個時候它那些單點料理區 你就是想要吃多少 你直接跟他們講他們都會給你 當然要不是今天我們礙於時間不足的部分啦 所以我們只能就是斟酌拿個幾份龍蝦回來跟各位分享 要不然如果時間夠的話 我們真的可以把它整桶龍蝦吃完都沒問題了啦 好不好 那各位如果有什麼推薦吃到飽餐廳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看到我QQ回覆啦 還有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加入我們頻道會員 或是超級感謝各位的支持我們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